先穿大紅色禮服緩緩步驟現場 安苡萱日前在海南島舉辦婚禮 正式下嫁給澳門CEO陳榮煉 今天回到台北東方文華酒店雁客 手帶著10.57克拉的鑽戒閃瞎全場 都挺好的就對我好啦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那什麼時候會想要現場的 是因為好好的把婚禮辦完 然後休息一下 討養一下身體 一直以來我自己在工作上也好 一直也是一個姊姊 然後很獨立自場的一個女性 但我後來發現 其實女生如果真的碰到對的人 至少我老公讓我覺得 我真的有一個衣套跟一個肩膀 然後好像尤其結完婚之後 發現自己越來越溫柔 還有一點點不習慣 演藝圈好友包括林依晨 陳妍熙大小意思等人 都到場祝賀 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喝他一杯洗酒 夫妻要走得久就是一定要有共同嗜好 找到了就不怕那個會有分開的一天 生子秘方就是今天把自己灌醉 然後兩個人就是你知道 Just do it 今天的婚禮也一樣能夠很完滿 但是婚禮以後的每一天才是最真實的 祝福祝福 非常祝福一堆新人 然後希望他們幸福舅舅 然後早生貴子 生子秘訣就是開心應該就會有人 對 好 謝謝 而這一次宴請的賓客多達400位 看得出安苡萱的好人員 眾星雲集一同見證這對新人最幸福的時刻 NOW NEWS新聞 甘政國採訪報導